随着张哲瀚事件的不断发酵 除了代言和作品牌纷纷解约之外 影视作品综艺也纷纷解约 另外网报出演的电视剧综艺也将被下架 一份张哲瀚出演的电视剧综艺名单曝光 被要求全部下线 从中可以看到包括之前主演参演的影视作品 还有各种晚会综艺 这其中也包括了今年大火的山河令 而这部剧也是张哲瀚爆红之作 平台客服也是回应了山河令下架 表示稍后就会下架 单改的流量密码显然被资本掌握了 当然也是成为了普通演员翻身的力气 从陈情令带火了肖战王一博 更是让资本平台看到了这一题材作品的威力 紧接着一步步单改作品提上日程 而对于山河令来说 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历经三个多月拍摄完成的 然后又历经了四个多月的后期制作 最终在今年空降播出 从时间上看 山河令从拍摄到后期制作 再到上线播出 速度可谓飞快 也是看到了山河令想要抢占2021单改剧第一枪 毕竟有着十几部重要单改剧要播出 所以让剧方加快了制作脚步 当然最终不负众望山河令大火 一下子带火的张哲瀚工俊两位演员 重现了陈情令的效果 两位演员此后资源不断 频繁参加各种综艺 商业代言一个接一个 从如今与张哲瀚解约代言的品牌就可以看到 多达近三十个 都是在山河令大火之后签约的 随着巨大流量的来袭 张哲瀚身价自然水涨船高 如今有合作方曝光在张哲瀚大火之后 身价直接暴涨几倍 直播一小时直播报价七位数 经纪人还要求任何环节都不参加 只是作者 这不就是耍大牌满天要价吗 一小时百万已经可以秒杀日新208万的郑爽了 何况郑爽还是要拍戏 张哲瀚不过就是作者 像这样的爆料还有很多 虽然在如今多少有着落井下石之意 但是这都是合作方爆出的 是真实发生的 可以想见张哲瀚方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这些都为如今的翻车埋下了隐患 当改剧的红利真的是太好吃了 不过在张哲瀚事件发生后 山河令也是遭遇着网友打异性差评 进行着抵制 但是这对于其他演员以及整个剧组来说显然太不公平 毕竟不能因为一个人而毁了全剧 从整体上说山河令还是一部不错的剧 不然也不会大火 可是如今随着张哲瀚事件的发生 让大众对该剧有着非理性的对待 至于其他演员来说只能认栽了 如今更是面临着下架的危险 而早先维和仿暴队也是发声明宣布和张哲瀚解约 对于已经杀青的维和仿暴队来说更是冤枉 如今只能删件张哲瀚的镜头进行重拍 幸运的是张哲瀚并不是主角 戏份并不多 但是对于已经播出上线的作品来说都是无辜的 只能给行业一个警醒 挑选演员一定要慎之又慎 在今年已经有多个艺人出事直接导致作品不能播出 虽然一方面可以进行起诉索赔 另一方面可以进行重拍 但是这样的代价毕竟是巨大的 对于影视投资方来说谁都不希望如此 但是又没有办法 因为吴亦凡轻灾行无望播出 因为获尊 披荆斩棘的哥哥紧急清退并删减镜头 如今又因为张哲瀚一大批影视作品综艺将被下架 在如今对于艺人的选择越来越重要 不能再看流量热度 更是要考察品德言行问题 甚至更是要考察以往的言行问题 就像张哲瀚如今翻车都是过往言行的问题 但是不管是什么问题 都是艺人自身出现了问题 无论如何是无法狡辩挽回的 作为明星艺人 越红越要好好理解权力与义务的关系 越红越要有高处不胜寒的意识 越要如履薄冰 谦虚谨慎才可能走远 历经这么多事件 对于明星艺人要不断提升自我素质修养 坚守道德法律底线 认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而不是高高在上只是享受红利 谦虚谨慎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不能只顾着赚钱 只顾着流量 不然离翻车就不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